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要跟你們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日本人人人都有一套的上班套裝 我的朋友他們都把它叫我成Job Hunting Suit 翻成中文就是 工作狩獵套裝 然後我自己來日本也是有買一套 是為了我學校的入學室需要用的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要的時候非常的趕 大概就是我隔一天就是入學室 但是我前一天下午還沒有買 我那時候是超級超級趕的 我沒有做任何什麼功課 我就只有上網查了一點點資料 說日本人大概都是在哪裡買這些西裝的 我們那時候學校有發給我們一張照片說 大概買一個這樣子的就可以了 我就在想說到底可以哪裡買到一整套 然後就是不會出錯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穿過西裝 我人生到現在真的是幾乎沒有場合是用得到的 然後網路上的資訊就是說 日本人通常會在這三個牌子買 那第一個牌子大家應該耳熟能詳就是 漢字就是這樣寫就是青山陽服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或者是你們大家來日本旅遊的時候 可能會在路上看到的 因為這個店家在日本有非常非常多間分店 光是在東京就有81間 我不知道說現在還有沒有在增加 因為它的扛棒就是非常的明顯 一個大大的藍色 而且每次我自己經過的話 我都是看到一整棟都是他們的 所以要不看到也有點難 對那我來看一下小超 他說呢青山陽服的特點是 功能性強 免燙 防皺 防水 耐磨 抗變形 然後有一些呢也可以丟進洗衣機裡面洗 所以他們就說這個牌子是非常適合每天都要 擠電車上班族 因為對他們來說很方便 如果你可以丟下去洗衣機裡面洗 又不用燙的話其實就可以省掉非常多時間 那這個牌子呢好像是從二十幾歲到七十幾歲 都有人在傳吧在日本 所以應該就是為什麼這個牌子可以在日本有這麼多間分店 喔然後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每一次看到他們都是很多個樓層嗎 他們好像就是樓層越高的 質感就會越好然後價錢就會越貴 所以這個牌子呢從低中高價位好像都有的樣子 那第二間呢就是我自己選的這間叫AOKI 那我為什麼選他呢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離我家比較近 然後那時候我又很趕著要 所以我就想說好隨便隨便就去一間比較近的就好了 對然後他們的袋子是長這個樣子的 非常大一個 那我真的是買了一整套 那我等一下講解完之後呢 我再來穿上去給你們看 然後再跟你們說我買了這套買了多少錢 那其實這間呢跟剛剛那間青山陽圖 我是覺得差不多的 他們裡面的款式我覺得都是偏比較樸素的款式 比較不會有太花俏的設計 或是太花俏的版型 就是一個你去那邊選的話 絕對不會出錯的感覺的店 那聽說這個品牌呢 好像也蠻受到日本年輕上班族的青睞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比較樸素 所以他們覺得可能不會出錯 我自己是聽說 AOKI他們家的西裝 比青山陽服再便宜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應該都差不多 這兩間的西裝 他們的價錢range都非常大 有可能從3萬日幣就有的 或者是也有要買到10萬日幣的 就是真的是低中高價位都有 所以覺得這兩間真的是差不多 那我那時候到這間店裡面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真的有各式各樣不同種西裝 第一間我比較不知道 因為那間我沒有自己親身進去過 那這一間AOKI呢他們家就是也是什麼都有賣 襪子啊鞋子包包 或者是夾在領帶上面的那個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反正就是真的是各種各樣 皮鞋什麼都有 一套呢完完全全就可以在那邊解決 然後那時候我在買這件的時候 我很擔心說我會不會 就是因為我身材就是特別嬌小 我的身材是151.3公分 38公斤左右 所以我要買到真的完全不用改的衣服 實在是蠻難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說 欸日本西裝還蠻適合我的 因為日本人都普遍比較嬌小 然後其實蠻多女生的身高也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那時候買這套的時候完完全全是沒有改的 那第三間叫The Soup Company 現在的話聽說好像定位就是比較年輕化一點 可能是for那種20到30歲的上班族 年輕上班族這樣 因為他們的設計會比較年輕一點 可能比較不會有那種寬間啊窄腰的那種設計 所以比較受到年輕人的青睞 那時候再買這個的時候呢 是完全不知道有The Soup Company的 所以我還是去了AOKI 那聽說這間牌呢在跟AOKI跟青山洋服比的話呢 在質感上或者是價錢上也都沒有什麼特別優勢 只是因為他們設計好像比較年輕化一點 所以才比較多年輕人喜歡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 前面講的這三個牌子呢 是日本人會常去買西裝的牌子 那日本人上班族的西裝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我也不是真的很了解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細細的了解的話呢 可能就是要自己上網查一下會比較好 然後我現在就來換一下我這套西裝給你們看 我先來給你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第一呢就是會有這個包包 我這個包包真的是隨便亂選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天啊怎麼都這麼醜 但是我又沒有一個就是這麼正式的上班族包包嗎 對那我這個包包真的是只用過我入學那一天就再也沒有用過 我就可能之後一輩子都不會再用它 我可能會看看情況然後把它拿去賣掉之類的 因為就是真的不是我平常會背的包包 然後再來呢就是會有這個鞋子 這是成套的欸 他們的鞋子通常都是低根 然後全黑的皮鞋 我也是只穿了一次 然後你們看下面真的超乾淨的 然後那時候我還要買兩雙絲襪 因為日本女生呢聽說說他們如果要穿那種會露腿的下半身的話 就一定會買絲襪來穿 不然就會很像裸體的感覺 然後我就好像自己也有一點點被影響 所以我想說不買絲襪是不太好 所以我就還是買了 然後還有這一個他們的西裝是這樣子裝的 然後上面會有些Aoki這樣子 然後如果剛剛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後面那件襯衫 因為它現在有點皺 所以我把它吊起來 這就是這一套裡面的襯衫這樣 好那我現在就去換給大家看吧 登登 對換好了 所以有沒有看得出來 我剛剛經歷了一波很辛苦的拍攝 就是我剛剛拍了全身的樣子 然後一直瞧不好鏡頭 就是瞧了非常久 對不知道你們大家覺得怎麼樣適合我嗎 我個人是覺得我很不適合穿這種衣服 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可能是我自己不習慣吧 但是我那時候會就是 願意買這套原因是因為它真的太合了 連我的腰啊什麼都超級合的 完全不用改的那種程度 要買到超級合的腰是非常難的 然後肩膀也超合的 我肩膀就在摺它肩線就在這邊 那我剛剛拍了一系列的影片 就是拍了我全身 然後拍了一些detail什麼 就讓你們可能比較好看得出來比例啊 裙子的長度在哪裡 那它裙子的長度就差不多剛好在膝蓋那邊 我覺得就是還是有點偏長 但是如果再偏短一點的話 好像可能就會讓人家覺得不夠保守嗎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就是這種 這裡的一個領子的設計 就是它這邊沒有再多做一個釦子 把它細到這邊來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話好像有一點點就是 有點太Soft的感覺嗎 我就覺得說這樣子看起來會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也不會過於裸露 所以我覺得就是為什麼我挑了這一套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適不適合我呢 我本來就覺得我穿起來一點 年紀鮮老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呢 可能就比較適合學生啊上班族穿的 甚至不知道我以後會不會再用到欸 那我要來揭曉我這次買這一整套 花下來的錢是多少了 我只能憑印象 因為我剛剛在那邊找 就是收據的時候找不到 那我這件真的是買太久了 我以為我放在那個袋子裡面 結果就不見了 所以就只能告訴你們一個大概的價錢 那我這樣子全套下來就是包瓜包包鞋子絲襪 還有襯衫 然後我這一整套西裝下來 是大概五萬多日幣快要六萬塊 我記得好像是五萬九千八 對不知道你們覺得貴不貴 我個人呢是覺得還是非常貴 但是在以正妝來講的話 就是以這種正式西裝我覺得好像已經算不貴了 因為那時候我買這套的時候 我就問一下我們學校的那個工作人員 然後他們就說 喔其實你這樣不算貴 這假的不算貴 因為我對就是這種正式西裝的價錢 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我只知道說 比如說你要去訂做的那一種西裝的話 才會特別貴 那算六萬好了 六萬日幣的話 加起來這套的話 就差不多要一萬六千多台幣欸 我覺得還是很貴欸 就是我平常 絕對不會去買這種衣服 所以才會覺得特別貴 正妝這種東西 好像一直都不是特別的便宜 很多人可能買這一套就是穿非常非常久 如果能維持身材的話 我應該也會想要穿這套穿得比較久一點 但是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用到 對 還是我應該 就是沒有瀏海會比較好一點 那邊呢 因為不會傳出去啊 但是我覺得它質感真的很好啦 我這整套的衣服牌子 好像是這個牌子的樣子 鞋子上面的這個牌子 我會唸 對 如果大家知道這個牌子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後再配上這個包包這樣子 感覺就可以出門去找工作了 但是我可能要先把頭髮染回去 對了 然後我聽說說日本的西裝啊 通常都是H型的 比較不會做這邊寬啊 然後這邊窄的 所以它就是比較直的下來嘛 但我覺得還是 還是有一點窄腰欸 而且很顯身材 就是 就是明顯身材沒有很好 但超顯身材的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穿正式西裝的我 真的 好不適合喔 好那就這樣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